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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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乔恩的配合下成功开枪打死了李克 哈维通过这件事给乔恩上了一课 他真诚的对乔恩说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千万不要随便乱拿 而且金钱跟友谊比起来更是微不足道 哈维打开保险箱 里面只有两张照片 根本没有什么钱 乔恩经历了生死和背叛 终于理解了什么是友情 影片最后 哈维用自己的钱赎回了乔恩小时候的房子 并给两人报了大学的培训班 以后两个人会一起上课 其实哈维一直很爱自己的朋友 不惜拿自己和命运赌一把 只为了能教会乔恩什么是友情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